日本八卦杂志 周刊文春 最近刊出了一则关于 异世界漫画 的专题报道 借由访问一位 漫画出版业界 的人士 探究 异世界漫画 是多么不同于以往的漫画作品 好比以往的漫画创作都需要 启程转合 慢慢架构世界观再逐渐推进剧情 然而异世界漫画却省略了启程直接进入转合 让读者快速享受爽快的高潮 又因为异世界漫画的主要读者群是现实压力大 但是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 为什么如今异世界漫画会大卖 与普通漫画的关键差异是什么 这篇报道在上个星期五 11月27日 刊载于日本八卦杂志 周刊文春 的网站 记者访问了一位 在出版业苦于持续衰退的现在 异世界漫画宛如旧事主一般出现了 根据出版业人士所说 异世界漫画真的可以说是卖翻了 刚推出的新系列作品都能出版首刷两万本 某漫画品牌推出了十部全新系列作 其中有八部都能够立即再刷 加上四月肺炎疫情扩大的影响 居家消费大幅成长 再度将一世界漫画热潮推向高峰 原本光是纸本漫画的销量就足够亮眼了 不过四月以后电子书销量更是翻倍再翻倍 到处都是一个月卖破一千万日元的作品 整个品牌卖到破亦都成了理所当然 许多苦于衰退的出版社都因而起死回生 简直是救世主 接着报道稍微解释了一下 异世界漫画是以架空世界为舞台的作品 原作主要是网络小说 相信大家都很明白 异世界作品 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段本语就不一一翻译咯 接着报道从主要读者群以及作品风格切入 分析 异世界漫画 究竟为什么会这么红 虽然EX Approximately RX 读者也会看异世界漫画 不过这个族群经常只看免费公开的部分 实际会花钱购读作品的绝对是3X Approximately CX 岁的世代 这个世代有一定的财力 但是作为社会人士每天都活在压力之中 因此这个族群或许大部分是想要借由漫画忘记令人厌恶的现实 才会够读异世界漫画吧 过去的漫画有着主角不断努力成长打败敌人这种王道架构 但是异世界漫画的主角大半都不需努力 而是一开始就有着外挂等级的超强能力 这也是异世界漫画的特征之一 异世界漫画省略了故事刚开始的世界观说明 以及主角成长的描写 换句话说就是省略了启程转合的启程部分 让读者直接进入主角发威击倒敌人 并且获得人们认可称赞的爽快高潮 异世界漫画正好满足了读者 不希望耗费太多时间就能够获取乐趣的需求 才会造就现在这股异世界漫画的热潮 早期的异世界漫画大多是从现代社会转生到其他世界 也就是异世界转生的作品居多 最近则是连这个部分都省略 直接以奇幻世界为舞台的作品变多了呢 这种只有转合的故事构成了全新形态的漫画 许多人或许会因此静而远之 不过能够让读者快速进入故事的高潮 也算是创造了一种享受漫画的悬新方式吧 问问各位生活压力大的人 是不是也特别喜欢看异世界作品呢 能够使出品了 别提担了 这次观点 这是叛徍的